他上禮拜不是有一個重訓嗎 這對股市來講 對科技來講確實是一個重訓 他就在禮拜六的深夜 他就辭去了鴻海董事這一職 那當然是引發業界的一個華人 雖然那大家還是會批評說 郭台銘你這個是不是因為怕中國的追殺 因為你看 他直接講說他願意用鴻海在中國的資產 來換取台海的安全 那現在大家看起來 中國現在有傳出來 就說中國對於郭台銘參選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那是不是要對他動手 所以郭台銘趕快先把這個鴻海的董事 趕快辭掉 希望能夠造成最小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你看也沒有 最近鴻海的股價還是一路的跌 今天也跌到106塊 你要看一個動作 你看前幾天 為什麼郭台銘這麼快去辭鴻海的董事 你看上禮拜 上禮拜有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場合 就是那個宋濤啊 宋濤去陪夏立妍到山西去喔 你知道當下的同時是蔣萬安去了雙城論壇 宋濤沒有去見蔣萬安 宋濤反而去見了夏立妍 還陪夏立妍跑到山西去 而且山西剛好跑到官地廟 山西是郭台銘的這個主籍耶 等於說郭台銘的這個老家是在山西耶 你可以看出國台辦比較重視台灣的總統大選 對 他不在意這個蔣萬安去中國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記者我們都有先請部隊先去嘛 因為那個蔣萬安是禮拜二去 然後記者都禮拜一就到 他翻開當地這個報紙 全部都在評論郭台銘參選的事情 基本上蔣萬安的雙城論壇篇幅是非常少的 那你要知道就是說宋濤跑到了山西 刻意去陪夏立妍 而且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杯前面 還講了八個字啊 講了被逸忘恩天人共露耶 講了八個字就嚴厲的批評郭台銘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郭台銘他對於中國要 對他對他參選不滿的動作 所以他趕快辭去了鴻海董事 你說不怕嗎 我認為他心裡還是滿快的 郭台銘現在要連署啦 但是呢是不是陷入包括找副手 可能會有困難 再來連署恐怕方面 現在也都會有這個相當大的一個難度 那再來就是特定媒體 是不是也開始在攻擊跟黑郭台銘呢 包括就是說媒體就講說 喝不成整合咖啡 改吃智林豆腐嘛 而且說他無所不用其極 恐怕證明自己就是政治門外漢 然後郭董就很不高興說 我當然是政治門外漢 所以沒有政治包袱 不會貪污啦 他全心全意為台灣最快土地賣命 來正好 怎麼看郭台銘現在所面臨一個困境 還包括連署即將開始 黃師兄說 我們會以這個運超車規格來運送領署書 結果被郭台銘給否認了 對 郭台銘現在面臨到很多問題 他主要結論就是民調起不來 沒有慶祝行情 而且逐漸在下滑當中 這就是主要結論嘛 那問題發生的狀況是非常非常多的嘛 第一個我覺得最明顯就是發言人 跟郭台銘的說法是兜不容的 簡單講他們團隊並沒有一個我認為明顯的說法的主招 簡單講沒有髒法 比如說黃師兄出來說 我們這連署一定很高規格 我們會用運超車等級來載運這個所謂的這個連署書 其實也沒錯 其實也沒錯 可是問題是郭台銘卻偏偏要出來打點黃師兄說 沒有啊 我會很高規格 沒錯但沒有說要運超車啊 奇怪這其實也沒錯嘛 對不對 好這一塊 第二件事你沒有看到郭台銘明顯的對於國民黨 國民黨也一樣民眾黨 乃至於最重要的敵人站在郭台銘的角度 賴清德有一個有效的攻擊 其實你沒有 你只一看郭台銘最近抱怨居多嘛 藍綠都把我當敵人啊 可是其實並沒有什麼有效攻擊造成民進黨麻煩 那對於很多藍維支持者來說 他要整合是一回事 可是他要支持的人是誰 他要支持那種可以帶領藍維去推翻民進黨的人嘛 你要理解藍維的心態 所以對於這些支持者就不覺得說郭台銘是個重要的人嘛 第三件事情 很多西瓜派在看什麼 看老大哥的風向嘛 他們老大哥是誰 老共 老大哥是中國官方嘛 國台銘是打郭台銘臉打是啪啪響啊 對不對 宋濤除了就像那個敏玉姐剛剛講的嘛 帶著夏立妍去山西 山西是郭台銘老主集嘛 去看關公廟嘛 說這個背信妄義什麼天人共路 就大家都要殺你的意思 路 殺路的路 之外呢 還請北京涉台人是公開跟媒體講 主要原因就是覺得郭台銘不該來攪拒 對不對 所以說變成是多重因素下 讓郭台銘其實整個民調都起不來嘛 而且其實這個我們這台觀察也很有趣 很多莫名其妙的消息都不知道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之後呢都對郭台銘不友善嘛 林志玲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知道哪裡來的消息嘛 真的不知道欸 然後莫名其妙說 哇林志玲這個要當副手什麼東西的 他說要向郭台銘過去的緋聞喔 哦 對 他在講這件事嘛 他不是在講找不到副手嘛 感覺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嘛 在不斷的讓郭台銘不斷的死血不斷的消瘋嘛 那郭台銘自己呢也沒有能力針對訊息做第一時間的澄清嘛 對不對 所以就東北說西北說他的敵人都不是民進黨嘛 對不對 好這一塊 另外一塊喔 郭台銘有沒有在賦予頑抗 有 他還在請走地方 他請走地方 旁邊有沒有國民黨的人站旁邊 有 我昨天是不是說這個禮拜就開始有國民黨的人 會來測試朱立倫的底線 對不對 我上禮拜就講 來 新的 郭台銘啊 去參觀這個參拜 藝民廟啊 旁邊站這個人叫做范成蓮啊 范成蓮是國民黨的中常委啊 他以這個全國 世界客屬總會的理事身份出席啊 請問一下 要不要黨紀處分 對 中常委 考季會都發函囉 上週四都發函囉 我看完那個函我就說 大家一定要來測試朱立倫底線嘛 這個同台囉 好 這一塊 另外一塊 周末這邊 周末喔 郭台銘出席這個基隆啊 去拜拜 暖暖區 看不出來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對不對 郭台銘旁邊都站里長 這些里長 名字呢 我可以給大家放大一下 是誰 大家去搜尋一下名字 不用像四叉貓那麼壞去查 人家有沒有案底 不要 查里長登記是哪一個黨籍的 哪個黨 國民黨嘛 喔 里長那麼好叫是不是 他們是沒有聽到朱立倫的講話是不是 對不對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 為什麼里長要站一邊 站一排 還穿背心 里長那麼好叫 一定有人在摳嘛 誰在幫他摳 不知道嘛 不知道嘛